3月22日,香港苏富比2019年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春季拍卖预览在香港举行 呈现超过200件拍品 模特在场展示了一系列流光溢彩设计独特的钻石 汇聚粉红蓝黄绿等各种色调,每一件都价格不菲 一颗超大的88.22克拉完美无瑕椭圆形白色巨钻为重点拍品 闪耀全场,估价8800万只1亿港元 模特将钻石和安全弹放在一起,两件物品体积相近 苏富比专家介绍,世界拍卖史上只出现过三颗同等品质的超过50克拉的椭圆形白钻 这颗钻石是近五年来最大的地色无瑕钻石 橙色、进度和切工都完美无瑕 取得了白色钻石质量评级中4C的最高标准 外观看上去火彩十足,光芒夺目,弥足珍贵 钻石发源于非洲 专家表示,从几万吨眼里中找到能切割出88克拉钻石的大原石非常难得 它原来是在佛苏纳一个框叫转银框开采出来的 然后它的原石的重量是242克拉 它比较的圆形质比较长方形一点 然后就是适合比较打磨成一位椭圆形质比较好一点 就没有耗这么多的原料 然后它也是Type 2A Type 2A的意思是说它没有含任何的蛋在里面 模特在场展示另一件特别拍品 是1750年制造的祖母绿配红宝石及钻石别针 估价200万至300万港元 别针造型好像孔雀开平 下方有两个红宝石坠子 专家表示西班牙皇室曾经使用过它 并且保存了好多年 宋贞是超过250年历史 当时在那个时候最好的祖母绿都是送给西班牙皇室的 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宋贞这方面的首饰 因为他们佩戴的晚上一般都是晚上晚宴的时候佩戴 晚宴的时候因为光线不足 它都是点蜡烛的 然后房间里面如果你佩戴的首饰 不够亮丽的不够颜色的话呢 一般就是不够不够琢磨 其他重点展品包括一个石克拉莫桑比克红宝石配搞玛瑙及钻石手镯 估价约960万港元 一对天然翡翠叼双环吊坠耳环 估价约650万港元 还有一个13.88克拉克什米尔皇家蓝宝石戒指 估价约1800万港元 炸钢业 插约650万港元 谢谢大家